这里是位于贝南乡美农村境内的旧斑鸟野溪 目前画面中所看见的是已经完成的制山放红工程 旧斑鸟野溪位于美农村南边 跨越淀粉及斑鸟两个区域 早期也曾经发生过台风豪雨泛滥所造成的土石灾害 因此这条溪流被编定为土石流浅室溪流 水宝局特别重视这条斑鸟野溪然后加强整治这样 然后它现在总共已经做到第七区工程了 现在第七区工程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 由于斑鸟野溪部分河床地属于村民的私有地 起初水宝局台通分局针对旧斑鸟野溪提出整治工程时 为了防止山洪爆发蔓延到桥梁平面 规划设计必须扩大河道以减缓水流 许多土地涵盖到工程设计规划区域的村民 为了河道整治工程的安全考量 也同意捐出河道内的土地 以前你说斑鸟是它就拥大河床也没出来 它早期就是没位了所以它才做一般酒也是 现在开始做了 现在开始跟社区的鸟民一起协调 这一大片子虹相间宛如一根根的仙女棒 生长于河岸两侧的植物学名清香 坡地路边极较干燥的向阳处最适合它的生长 目前已经完成第六期的工程 扩大的河道可以承受50年洪峰的考验 两侧互按以生态工法的工程设计 秉除传统混凝土的施工方式 种植当地俗称 罗嘎柱的若燕性桥木杵树 兼具绿美化及抓住土壤 缓和水流的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 东台新闻张家伟便能报导